大家好,现在这两天啊,当然最重大的一个消息就是泰国跟中国互免签证并且是永久性的 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当然大家都很兴奋啊,认为这下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了 跟欧美老外享受同样的签证待遇啊,以后到泰国就是说走就走啊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泰国的签证政策啊,发现里面还是很玄妙的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我们最近几个月享受的是泰国临时性给的免签证策是吧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我们将享受那种永久性的免签证策 大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那种永久性的免签证策肯定会比现在的临时性免签证策更加的好用啊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发现并非如此啊 如果到时候,永久性免签证策反倒不如,临时性免签证策更好用啊 你到时候会怎么想啊 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大家提个醒,分享一下 我今天就查了那个维基百科啊,它的更新非常的快 关于中国的那个永久性免签证策啊,已经是做了更新啊 现在泰国给予的免签啊,分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的话,就是基于那种双边协议给的免签啊 就是说,你到泰国是免签,泰国人到你的国家也是免签啊 这种就是双边协议而产生的免签国 这样的免签国啊,我们来看,享受90天的 目前是六个国家啊 呃,主要就是南美四个国家 呃,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四个国家 再加上南朝鲜啊 再加上现在的俄罗斯 俄罗斯它这里打了一个梯啊 就是它是临时性的一个签证的政策啊 啊,这六个国家享受90天的免签 呃,我在很多年以前背包旅行的时候 有一次是从啊,柬埔寨的咸泥啊 当时坐车越过柬埔寨跟泰国的边境啊 当时我们同车的就有一个阿根廷的 两个阿根廷的女大学生啊 当时排队过边境的时候啊 啊,我就被叫出来啊 检查我的护照,看有没有签证啊 啊,但是两个阿根廷的姑娘啊 他们非常的淡然啊 我就问他,你们是免签吗 他说我们是免签 并且我们还是免签三个月啊 比那个同车的法国人啊 免签时间还更长了 他们都只有一个月啊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待遇啊 但是啊,他们这种基于双边协议的免签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bug啊 我待会会讲 另外就是30天的免签啊 根据双边协议 这些国家总共有10个 其中有8个啊 都是东盟国家 另外两个啊 一个就是中国的香港啊 啊,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啊 基于双边协议 也就是说现在 泰国人到香港也是免签的啊 就是双边的协议啊 那东盟10国还有两个国家 是什么样的待遇啊 是14天的 基于双边协议的免签 一个就是柬埔寨啊 另外一个就是缅甸啊 并且缅甸有一个限制条件 只能是通过航空渠道啊 坐飞机到泰国来才能享受14天的免签 你如果从陆地边境口岸是不行的 从这个也看得出来啊 他们对缅甸是有限制的 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缅甸人啊 到泰国这边来打工啊 你如果是直接享受免签的待遇啊 那那个边境肯定就失控了啊 就像美墨边境一样 所以他对这个是有限制的啊 老挝受到的优待啊 受到的优待啊 因为他是直接享受30天的免签啊 并且不限口岸 他从陆地口岸到泰国也是30天啊 为什么会享受这样的待遇 我觉得主要就是他老挝人跟泰国人 他是同文同种嘛 所以这方面受到的优待 柬埔寨人确实也是享受了免签的待遇 即使通过陆地口岸都是这样 因为我也是亲生经理 当时排队的大多数当然都是柬埔寨的劳工啊 他们都是直接免签入境啊 整个浩浩浩浩的队伍啊 就把我揪出来了 因为一看我就是中国人了 揪出来检查我的护照 检查我的签证 这样的 这样的这样的待遇啊 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啊 中国人从此以后也享受了免签的待遇 但是这个待遇还是跟欧美国家是有区别的 下面是有一项说明啊 就是现在中国从2024年3月1号开始啊 也享受免签的待遇了啊 从这里看得出来 中国到时候的免签待遇 就是放在这个类别里面 根据双边协议的免签待遇 但是这个待遇有一个bug啊 我现在告诉大家 就他是不能续签的 他是不能续签的 就是说他给你90天就是90天 给你30天就是30天 30天期满以后你必须离境 你在泰国境内你是不能续签的 这也是为什么 在欧美国家里面 唯独俄罗斯以前啊 他们在 他们免签进入泰国以后 他是不能在泰国境内续签 所以他就必须去找一些什么中介啊 语言学校啊 去参加那种 就是大巴车啊 带他们出境啊 做个边境遗旨游 就是Visa Run啊 他们一般都是会去老欧 泰国驻老欧的大使馆里 获得签证 然后再回来啊 他们要转换长期签证的话 他必须到周边国家去 获得一个旅游签证再回来 这一点欧美其他国家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就是 接下来就要说 那个第二类的泰国的免签 这一类泰国免签就是 泰国单方面赋予对方国家的 你看他第一类的国家 有四个 这四个国家 相当于是他 又在前一类又在后一类 基于双边协议的 但是同时 又是泰国单方面 给予他们的这样一个待遇 所以说 这四个国家 一个就是文来 第二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这四个国家 它是 在泰国境内 它是可以 续签的 其他的 就是所谓的 欧美比较发达的 这些几十个国家 都是单方面给予的免签 他们享受的待遇的话 就是在他三十天 期满之后 他是可以在泰国再续签一次 期限也是三十天 所以有很多老外 他到了泰国以后 他想转换成长期的签证 免签一个月 然后再加上再延期三十天 两个月的时间 就足够他再来申行 泰国的长期签证 他就不用再出境 那么麻烦了 那综合分析下来 我们中国人现在 你看在这个名单里面 就看得出来 就是单方面赋予的 免签的那个名单里面 其中就有中国 但是他那里加了一个T1 就是这个证明 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人现在去泰国 就是根据那个 临时性的免签的政策 去泰国 是可以续签的 三十天待满了以后 我还想再待 我可以到移民局去 再续三十天 给一千九百泰铢 但是从3月1号开始 我们享受永久性的 免签待遇以后 我们这个待遇就没有了 也就三十天之后 我们必须要离境的 这是从3月1号开始 这个永久性的免签 可能在你具体使用起来 并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说这个 永久性的免签政策 对以后中国人 可能临时到泰国去旅游 可能会有很大的 一个促进的作用 毕竟是免签的 省了签证的费用 买了机票就可以走 但是对于你 想到泰国来 长期居留的话 实际上这个政策 用处不大 你在出发之前 你还是要事先 申请旅游签证 进入泰国以后 你才能再转换成 长期的签证 不然的话 你拿基于双边关系 给予的三十天免签 是不能转换成 长期签证的 可能这就是区别 但是当然这个意义 还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期盼已久的 一个签证的待遇 不管怎么说啊 你以后要到泰国去旅行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的方便的 并且相对于临时性的免签 一个永久性的免签 相对于就是泰国 永久的一个承诺 相对于国家信用在背书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 对于泰国 就是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政策的多变了 像我们家也是感同身受 在泰国生活了两年 小孩在内读书 我们办了长期签证 但是后来我们中国人的签证 就受到了刁难 我们家再续签 就遇到了麻烦 所以我们就选择回国了 所以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些问题 比如说像我的邻居 他们在泰国买了房子 疫情期间回到国以后 要再回来 回不来了 因为他们以前是办了养老签 现在根据泰国的签证政策 他们就办不了旅游签证 再回来了 房子摆在那里 但是回不了泰国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非常挫伤中国人 对泰国的热情 所以有了那种永久性的免签以后 实际上就是泰国政府 对中国游客的一种承诺 对于理想到泰国来长居 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但是对于旅游 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处境作用 这就是我对现在泰国跟中国之间 互面签证永久性的 这种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分享给大家 好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